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板的眼花问题 第一个臭板说 老神我这个还能活吗 你这个嘎了呀活不了了 这个已经嗝屁了 都已经干枯了 我都看不出来是个啥了 这个已经嘎了救不了了 有的话说你给他救救 救不了我要能救活这个 我去博物馆了都好 博物馆我那恐龙化石 一路给他救活 因为我熏悟空啊 救不活 下个臭板说 看看这个是啥原因 这个就水大呀 有点闷根啊臭板 你现在一直跟话我们说 这个好像是智子花 你的话说老花姨 智子花怎么还会水大 它这个水大闷根啊 你怎么理解呢 就是智子花它是洗水的 明白吧 就像我大舅一直的一样 他喜欢玩水 他喜欢游泳 他喜欢潜水 但是不代表完全可以泡在水里边 明白了吗 所以说植物也是一个道理 你得让它干嘛 得让它换气啊 我大舅的眼睛 你让它换气 你光给它摁水底下 没给它气都不憋死了 植物也是一个道理 它要有氧气 氧气是植物生长必须的一个元素 有个话说老花姨 不是它光合作用制造氧气吗 那是叶子 它根系想生长 必须要有氧气 必须要透气 明白了吗 说白了就是太闷了 你水大点不要紧 那你能保证这个水能排出去 气能进来 能让它根系吸入到氧气 那是可以的 你这样就不行 所以说我老师跟你说 这个水大闷根 你像这种 你如果说它老是爱闷 那你控控水 它多多少少土壤里面 也会有缝隙对不对 它也会有氧气进去 所以说这是一个联系起来的 你要懂这个事 你不能软了 你天天水大闷 给你水大闷 懂个事 下个周我说 我的光辉发育 怎么了 光辉碎月 怎么了 没怎么了 该换个盆了 尽可能的 给足光照适当的用一些肥料 这个还是有点缺光的感觉 别的没什么问题 有点缺光缺肥 该换个大盆了 好吧 还有一个就是 你这个浇的水也不少 就是缺光 你浇的水多点不要紧 你只要光照很好 它会发得很快的 很吸水 好吧 你让我去年的时候 在老棚里面是养了一个 夏天的时候 一天要浇两次水 就是缺光 就是缺光 缺肥 该换盆 下个周宝 插花每个花苞 这个那个的 开的就这样 你看 咱们之前的时候 老师跟花苞说 茶花呢 到家里以后呢 梳理 这个花苞也梳理了 这个时期 就是要补肥料的时候了 补肥料 补肥料 你建议你看看 我有一期茶花的一个视频 就最近两天发的 你可以看看啊 下个周我说 我的五春花得了什么病 这个就是灰霉病了 灰斑病了 黑斑病了 这些个 可以用一些个杀菌药 小黄二号 然后呢 正常的给足光照 一定要打杀菌药的 别的没什么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光照的话 养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在意 来车吧